今天咱们要聊到这个案子发生在香港沙田 一对中年夫妇闻到一股让人想吐的臭味 这味道不是普通的臭 简直就是化学武器级别的 这对夫妇一开始还以为是隔壁在做什么奇怪的实验呢 结果一查 发现臭味是从对面街的房子飘来的 他们敲门 结果没原因 这下可怕他们记坏了 只好报警 警探赶到现场后 发现了一起离奇到爆炸的案件 受害者是个28岁的空姐 被溶解在酸液中 只剩下几块骨头渣子 这案子后来必列为香港十大起案之一 可见有多离谱 案发时间是1989年5月12日 一个热的让人想把自己扔进冰箱的星期二 沙田警署接到这对中年夫妇的求助电话 说对面街的房子臭得像个化学工厂 这对夫妇住在沙田南部的车工庙村 这是一个有200多年历史的老村子 他说对面33号房子最近有陌生人静静出书 放着震天响的音乐 搞得邻居们都睡不好觉 几天前 这房子还散发出一股让人想吐的臭味 当他们去敲门时 一男一女开了门 看起来像是刚从梦中惊醒 还没搞清楚自己在呢 被问到房子里的臭味时 这对男女尴尬地说 一只动物刚死了 他们会满上处理 这对夫妇怀疑 这些奇怪的气味可能是因为房子里在制毒 警探立马派人去查看情况 这地方当时可是以犯罪猖獗处的名 绑架 伪造 谋杀 应有尽有 33号房子是栋三层道的西班牙风格建筑 臭味就是从这里冒出来的 警探先去了二楼 敲门后 一男一女开了门 看起来疲惫不堪 惊心恍惚 像是可嗨了 看来这俩人可能是把这里当成了化学实验室 男的是33岁的黄大卫 女的是27岁的榆林 两人是一对恋人 警探进入了公寓 发现客厅茶街上有几包可卡因 立刻把这对男女给抓了 搜查整个公寓后 警探得知黄大卫还租了三楼 他们走上三楼 打开门后 一股臭味扑面而来 臭得让人想把鼻子捐给科学 经过进一步调查 他们追踪到浴室 发现一个大金属筒放在浴缸里 筒带上有通风孔 臭味不断从那里散发出来 弄得调查人员难以呼吸 不得不暂时撤退 一名警探捂着鼻子 问黄大卫和榆林桶里装的是什么 两人都沉默不语 调查人员走近并打开桶盖 发现里面是一具严重腐烂的羽性尸体 桶内有一种不明的黄色液体 头部已经与身体分离 漂浮在一旁 上半身腐蚀严重 满是孔洞 场面恐怖地让人想把眼睛也给捐了 调查小组立即通知上级 后援警队迅速到达现场 根据尸体的腐烂纯度和气味 确定桶里的液体是高度腐蚀性的 显然 凶手想把尸体溶解得渣都不深 在浴室里 警探发现了几瓶化学品 和一些空的空气清新器罐子 经过测试 桶内的腐蚀液体被确认为工业级烟酸 法医技术人员在工具箱和空气清新器罐上 发现了鱼鳞的指纹 根据现场发现的证据 警探立即以谋杀罪逮捕了黄大卫和鱼鳞 此日 1989年5月13日 法医检查结果显示 受害者的身体上有一种胶重物质 紧紧粘附在皮肤和骨骼上 有些部位的身体已经溶解 然而大部分牙齿原量完好 没有被腐蚀 在头骨左耳附近 有一条13厘米长的裂缝 裂缝中嵌有三小块骨片 穿透伤口的性质表明 这不是徒手造成的 法医推测 受害者可能被顿剂击咒 或从至少33英尺的高度坠落 造成如此深的伤口 由于受害者尸体严重腐烂 无法确定确切的死亡原因和事件 不过 如果这个伤口发生在受害者还活着的时候 它很可能是致命的 根据5月12日发现尸体的时间 推测受害者在4月28日至5月5日之间死亡 大约在被发现前两株 自从被捕以来 黄大卫和于林对受害者身份保持沉默 迫使警方开始审查失踪人口报告 三天后 1989年5月15日 警方找到了线索 案发前一周 一名住在沙田南部的村民报告说 他的室友在黎明前离家后再也没有回来 他离开的时间是1989年5月6日凌晨5点 警方已经开始调查 但一直未找到他 失踪者最终被确认为28岁的国泰航空空姐黄子军 他和家人曾住在香港岛南部的阿波丁 为了工作方便 黄子军搬到九龙城与朋友同住 离他工作的奇德机场更近 警方通过对比压尺记录 确认在车工庙村发现的受害者 就是失踪的黄子军 根据他的工作安排 他原定在5月6日出国飞行 但在航班前两小时 他突然请兵家四天 称自己身体不适 四天后 他仍未回到工作岗位 也无法联系上他 航空公司联系了他的室友 室友告诉他已经失踪 根据室友的描述 5月6日凌晨 室友和黄子军都在家 那时候大多数知名都在睡觉 突然 家里的电话铃响了 短暂的对话后 黄子军换了衣服准备离开 室友看到他穿鞋时 黄子军说他要出去一会儿 然后匆匆离开 之后室友再也联系不上他 黄子军的家人 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黄子军有一个男朋友 而这个男朋友正是黄大卫 室友提到 最近黄子军似乎和男朋友有矛盾 就让他很伤心和烦躁 室友担心他的朋友 可能会做出极端行为 于是联系了警方 不幸的是 室友最担心的事情成真了 黄子军一去不返 根据调查 黄子军和黄大卫通过共同朋友认识 世界上黄大卫有着相当独特的背景 他是个在美国生活的华裔移民 从小在美国学习和生活 直到成年才搬到香港 他父亲是个富商 母亲是高级时装设计师 当他30岁时 父母因病去世 留给他一笔巨额财产 在外界看来 他出身富裕家庭 慷慨幽默 经常戴着金边眼镜 外表英俊 然而世界上 他从未有过正经工作 靠继承的遗产 过着无所需事的生活 此外 他沉迷于毒品和赌博 父亲却是不到六个月 他已经挥霍光了所有财产 卖掉了父母的房子 租下了案发的房子 他是个心理操纵高手 擅长伪装自己 其初 他表现得像个风度翩翩的绅士 然后积极和目标人物交往 用名牌服装和豪车 营造出光鲜的形象 尽管这些都是租来的 他维持着多段秘密关系 和这些女人像夫妻一样生活 但他的最终目的 是扎干他们的钱 来支持他的毒瘾和偿还毒债 黄子军是他唯一制造收入高 且能带来可观利益的女友 他用富有背景和绅士形象 欺骗和利用年轻天真的女性 既为爱 也为钱 即使他们发现他破产了 许多女性 仍被他高超的魅力所吸引 案发前 黄大卫至少同时 在和三个女人交往 黄子军是其中之一 第一次见的黄大卫时 他被黄大卫深深吸引 他流利的英语 美国护照和迷人的气质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外 他开着一辆好车 顿时让他无法抗拒 恋爱一段时间后 他们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起初 他们的爱情甜蜜无比 甚至在别人面前互成夫妻 然而黄子军很快发现 黄大卫经常神秘失踪 有时长达一个月无法联系 经过一些调查 他震惊地发现 男友在沙田车公庙村33号 有另一处住所 渐渐地 他察觉到自己被欺骗了 尽管黄大卫确实有美国国籍 但他其他的一切都是编造的 他甚至还曾结过婚 让他最困扰的是 他有很多不良嗜好 每天至少花1300港币买多品 尽管如此 黄子军依然盲目地原谅他的恶系 因为他爱着黄大卫 为了支持他的日常开销 黄子军经常把辛苦赚来的钱给他 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 直到有一天 他心碎地发现 他利用自己出差的机会 和另一个年轻女人同居 那个女人 就是和黄大卫一起被捕的渔林 在与黄大卫的关系中 黄子军牺牲了很多 甚至容忍他的不断出轨 希望有一天 他能行物并改变 然而他的深情和宽容 只让黄大卫更加肆无忌惮 他只有在没钱的时候 才会想起黄子军 为了继续从他那里拿钱 他多次承诺会断绝和渔林的关系 但从未改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 黄子军对黄大卫失去了所有希望 决定等待合适的时机 结束阶段关系 案发前六个月 1988年12月 黄子军准备飞往英国 他决定和黄大卫分手 因为后怕面对面会让他改变主意 所以他写了一封分手信 黄子军曾经为黄大卫付出了一切 却只得到苦涩的谎言 但令人惊讶的是 尽管黄大卫的无耻行为 黄子军既不责怪 也不怨恨他 实际上 在信中 他甚至向他道歉 说自己不能给他带来幸福 希望分手后还能做朋友 至于他在交往期间 借得五万港币 他不会要回 收到分手信后 黄大卫拒绝接受分手 他把黄子军视为提款机 源源不断的钱的来源 他怎么能轻易放手呢 当时黄大卫坐了一辆好车 花费高达46万 还有房租和毒品开销等 如果没有人资助他的生活 他根本无法支付这些费用 收到分手信后 黄大卫明白 黄子军只是用这个来施压 逼迫他和于宁断绝关系 所以他讲中屈服 承诺与于宁分手 如预料般 他的拖延证书奏效 轻易赢得了黄子军的原谅 然而他不愿地原谅 最终将他带入了深渊 1989年5月6日凌晨5点 黄子军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离开家 前往黄大卫在车工庙村33号的住所 在二楼的房间里 他遇到了黄大卫的新女友于宁 两位情敌立刻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然后开始打斗 住在对面的一位居民报告说 那天早晨 他听到了两名女子激烈争吵 接着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 似乎在试图调解 然而从他的语气中可以听出 他显然在偏袒其中一名女子 争吵持续了十多分钟才结束 拼凑所有线索可以看出 黄子军的死与黄大卫和于宁密切相关 这俩人一个是渣男一个是小三 简直就是一对丧门新组合 令警方惊讶的是 还没开始审问 黄大卫就承认了所有罪行 他坦白说 自己杀黄子军还有一个痛苦 就是现任女友于宁 得知黄大卫的公诉后 于宁也承认了他在杀害黄子军中的角色 根据他们的口供 案发当天的经过被揭示出来 和黄子军一样 于宁也深深爱着黄大卫 当他发现男友和另一个女人有染时 嫉妒心让他失去了理智 约灵无法忍受和别人分享他的情人 因此 1989年5月6日 他打了一个挑衅的电话给黄子军 黄子军接到电话后 气愤难平 迅速换好衣服 打车前往黄大卫的住所 虽然他们知道彼此的存在 但这是他们首次见面 争吵很快升级为暴力冲突 吵闹声惊醒了附近的居民 见状 黄大卫试图介入 解决两女之间的冲突 但最终 他选择了于林 和黄子军分手 听到这些狠话后 黄子军突然对于林 发起了疯狂的攻击 面对黄子军的攻击 黄大卫和于林 联手在屋内 将他杀害 为了处理尸体和抹去证据 他们剥光了黄子军的衣服 砍下他的头 将他的遗体放入金属桶里 并倒入大量化学溶剂 然而出于未知原因 黄大卫后来收回了最初的公诉 他承认了与受害者黄子军的恋爱关系 也承认了与于林的万语关系 但在案发当天 他声称自己并未参与杀害黄子军 因此不知道他的死因 黄大卫推测 黄子军来到他家 遇到于林 导致了冲突 于林意外杀死了他 案发时他不在现场 事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于林的要求下 自己帮助他处理了黄子军的尸体 于林后来也收回了他的公诉 坚持说是黄大卫杀了黄子军 他表示黄大卫威胁他 如果不帮助处理尸体 他会伤害他和他的家人 出于恐惧和威胁 他被迫按照黄大卫的指示行事 他们购买了化学品和出车剂 然后一起处理了黄子军的尸体 两人的矛盾公诉 是个案件真相难以确定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 在黄子军死后 两人都试图掩盖罪行 根据初步调查 案发当天 黄子军本该上班 但他请了四天病假 这很不寻常 很可能并假条 不是黄子军自己写的 而是黄大卫会于林伪造的 调查还发现在5月6日至10日期间 黄子军的信用塔多次被使用 包括一次4万港币的金氏购买记录 笔记专家确定 珠宝店收集上的签名 与黄子军的笔记不符 珠宝店店员报告说 购买金氏的是一名女子 当警方向他出示 嫌疑员于林的照片时 他确认就是于林 在5月8日购买了金氏 同一天 一家花店接到一名 自称是黄子军的女子的电话 并订购了花 后来 黄子军的妹妹确认 她当天收到了花 而而到5月8日 黄子军已经被杀 不可能亲自订话 这一系列行动 都是黄大卫和于林策划 目的是让外界误以为 黄子军仍然活着 一年之后 1990年7月27日 此案在香港高等法院 开庭审理 黄大卫和于林 被控两项罪名 谋杀和非法处理尸体罪 在法庭上 两人对谋杀指控 均不认罪 但承认非法处理尸体罪 黄大卫声称自己 没有参与犯罪 受害者黄子军 有他家的钥匙 可以随意出炉 他还表示不知道 黄子军是如何死在我家的 于林策证说 案发当天 他和黄大卫 黄子军在案发现场打牌 当时香港尚未废除死刑 如果被判有罪 他们可能面临死刑 经过19天的胜利 1990年8月15日 陪审团一致裁定两名被告有罪 香港高等法院判决黄大卫和于林犯有谋杀罪和非法处理尸体罪 两项指控均权力 两人被判死刑 审判结束后 黄大卫和于林拒绝接受判决并提出上诉 1993年3月2日 事件发生近4年后 香港高等法院进行了重审 在重审期间 黄大卫和于林都否认了谋杀罪 由六男一女组成的陪审团听取了案件 检方便称 两名被告和受害者之间存在复杂的恋爱关系 谋杀黄子军 可能是因为其中一名被告想摆脱这种复杂关系 并借借杀死他 以资助他们的毒瘾 而且被捕是 黄子军的信用卡余额几乎被耗尽 重审期间发生了意外转折 于林突然撤回了先前的证据 并承担全部责任 他作证说 案发当天 他和黄子军发生争执 争执升级为肢体冲突 他声称 在自卫时 不小心用锤子打死了黄子军 并坚持说自己是单独行动 黄大卫并没有参与 经过29天的审例 1993年3月31日 陪审团达成共识 法院宣判黄大卫和于林谋杀罪名不成立 然而于林被判过施杀人罪 由于黄大卫的拘留时间 已经超过了非法处理尸体罪的最高刑期 他当场获释 于林被判过施杀人罪 接近五年 此年1994年获释 于林在重审期间改变证词 极大的改变了案件的结果 这个充满疑点的案件 至今仍是公众争论和讨论的焦点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 在这个已经复杂的爱情三角中 另一个女人也卷入其中 她名叫沙利 是一名基督教社工 为囚犯提供心理辅导 没人能预料到她会爱上黄大卫 在等待审判期间 她成功赢得了沙利的心 并在监狱里举行了婚礼 重审期间 沙利在法庭上意外冲上前 跪倒在地 泪流满面地恳求说 如果我丈夫是凶手 我宁愿当场死去 我丈夫被冤枉了 必须得到清白 她的爆发引发了激烈讨论 许多人惊讶黄大卫的魅力和影响力 简直就是个渣篮界的魔术师 连在监狱里都能泡到牛 称是让人叹为观止 回顾他们的关系 沙利最初围在狱中 因抑郁和自杀而挣扎的鱼灵 提供心理辅导 在此之前 沙利写了许多信念黄大卫 但没有收到回复 于林相信自己面临死刑 不想在离世前与心爱的人和解 与此同时 黄大卫打动了沙利 唤起了他的怜悯 作为一名基督教社工 他强烈渴望拯救这个迷失的灵魂 结果 他们在探视室里经常交谈 随着时间的推移 沙利越来越相信黄大卫不是凶手 在他眼中 黄大卫像一个简单而爱心满满的人 沙利真心相信黄大卫的无辜 并从心底里爱上了他 然而 黄大卫和沙利并未终身相伴 他们于1998年离婚 1990年案件发生后 那座33号的房子 被一对传教师夫妇坐下 妻子当时怀孕 夫妇住在那里 但总感到一种压抑感 尽管他们每天祈祷 仍无法摆脱房子笼罩的心理不适 偶然得知他们租住的房子 曾是凶案现场后 他们当日便搬走了 后来 他们与朋友分享说 虽然在居住期间没有发生奇怪的事情 但房子无端让他们感到极度悲伤和不适 住在一楼的居民报告 自从谋杀案发生后 奇怪的事情不断发生 他们的窗户神秘地自行打开 即使在睡前锁好门窗 第二天早上也会发现门大开 半夜里 有时会听到诡异的声音和不安的声音 这起案件还被改变成了多部电影 其中包括1993年的《荣诗奇案》和《狼心如铁》 其中 在《狼心如铁》中 吴嘉丽更是凭借出色的演技 获得了影后 有传闻说 《狼心如铁》拍摄时 黄大卫已经出狱 他却说曾提议向导影提供案件详情 但被拒绝 并导致电影短暂下降 爱情是种奇怪而难以珠目的东西 它能带来极大的幸福 也能引发难以理解的悲剧 这就是今天的《香港控解荣事案》全部内容 那么你认为谁是这起案件的真正凶手 法院的判决是否公正 请与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记住 爱情虽然美好 但也要擦亮眼睛 别被渣男和小三给骗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